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早晨有网友向我反馈 说JF主席小红鸟 今天的直播出现了重大的变化 什么呢 就是他语气平和了 态度也不变得那么张扬了 然后恢复了的往日的神采 我没有气看 因为我看不下去 太水了 但是呢 这是个好现象 既然大家都这么反应了 看来是真的发生了 还说JF主席的直播话题内容 与我前几日的话题出现了高度的吻合 第一呢 他不让大家撸网贷了 我记得他好像是鼓励大家撸网贷来着 是吧 然后我喷了他之后 说今天他又找了一些理由 告诉大家就不要撸网贷了 这就是教授 这就是教授 这就叫POVPOA职业达人 就是他这么着说 他有道理 他反着说 他还是那么有道理 人家这就是专业 这就叫专业 所以威为大观 我鼓励大家 我也给山英点赞 点赞支持 这个变化非常好 因为山英就是个职业的POV大人 他是教授嘛 呃知识分子嘛 这个东西就是确实比我们厉害 就是我们吧 撒谎吧 就撒不圆 所以我们只能说实话 只能按一个方向说 人家是双通道的 就是全方向的 呃第二个重合 就是山英说摄像头坏了一半 中国的摄像头天眼们都坏了一半 我前两天也说了 呃这是巧合可能 第三呢 说山英说 中国人口生育率急速下降 人矿没了 哎这也是我刚说完的 这也是巧合吧 非常好啊 就跟我这样隔空护喷多好啊 一个老郭 郭德纲啊 不是那个老郭啊 郭德纲一个鱼签 呃这样好了 这样走入正轨 然后第四 他说他做事特别踏实 特别认真 呃这好像也是我的台词嘛 呃我呃 但是我认我承认 他做事特别认真啊 尤其做BS云核骗你们钱的时候 他特别认真 呃所以山英总体来说呢 向好的方向发展了 我们给他关注点赞 呃因为就像我们那个绵北小哥 给我发信骂他一样 嗯为什么必须制止他啊 胡说八道 必须让他走入正轨 就是因为他扮演一个人设完美的角色 他因为他喜欢当老师啊 他他要大家叫他宅老师 宅师 然后就哎感觉特别好 然后感觉自己是无敌的存在 然后自己各种成功 哎呀我想人生的八大成就 哎呀一呀什么建行啊 什么联合国呀 什么国际护照啊 那个哎呀 哎呀哎呀我我我我 我现在不喷他了 我现在不喷他了 说那个八大成就吧 就是作为一个对他知根知底的 这个老领导 哎呀哎呀 你看我的表情吧大家 哎呀哎呀这个 好吧 那个二十万法还真都信 我看还真都信啊 这一口一个宅师 一口一个宅师的 你们的智商配得上你们的钱财 你们挣不着钱是有道理的 这个宅师这么这么满口人一道德的 这个湖喷啊 灌输大家这个焦虑和贩卖焦虑 灌输大家的这个邪门歪道啊 这个这个这个不好 你知道吗 这个是要伤伤天害理的 所以呢我就是要灭他 我必须要灭他 其实对他家人都是好的 你你都不如黑道了 那黑道小哥 缅北那个电诈员的 呃瓢巴子 人家都瞧不起你 为什么 黑道很清楚自己是在干黑道 所以黑道干了黑道 干了坏事之后不去生长 呃不去大张旗鼓的去宣扬 他的黑道价值观 那你他妈的 你干了坏事 你还把它给包装成呃 人模狗样的去呃 宣扬黑道价值观 你这个黑道害人 只是害一时 害一个事 你把人家价值观带歪了 你他妈害的是人家一辈子 甚至是祖孙 所以这个事不能干的啊 这个不是他不能干 任何人咱都不能干 咱有一说一 咱能做正经人 做正经事 你他不做正经人 你以为你能好得了吗 你看有没有人弄死你 这这都是现世报 所以哎 今天说什么了 又又喷到了 不喷到不喷到不喷到 跟他跟他和平啊 和平这个跟他进行良性的互动 良性互动啊 这个哎怎么说扯起山鹰来了 哎那不咱们不扯山鹰了啊 咱们把话兜回来 就说今天我们做一个玄学专题 玄学专题 呃玄学就是又神神叨叨 我今天又要神神叨叨了 所以那个对于玄学不感兴趣的朋友们 你们今天不要看了 不要因为这个事就不关注我了 我现在有偶像包袱 我一共才两万分 我目标是超过宅山鹰啊 虽然说宅山鹰 比如说你一个公司有100个人 呃呃一个董事长 剩下99个打工的 我呢特别适合给那董事长讲 我一讲董事长就明白了 他特别爱听 但是那99个人听不懂 所以我的人数要超过宅山鹰是很难的 因为宅山鹰这是给那99个人上课的 那董事长是不听宅山鹰讲课的 就是因为你看我的网友评论 有的水平很高的 人家就听不下山鹰 因为听不下去宅山鹰讲 为什么呢 因为他几句话就能听出他的漏洞 不光是他的论点的漏洞 包括他的表情 包括他的神态 包括他的语速和这个PO的那种迫切性 还知道 在都是千年的老狐狸 你在我这儿弄什么利根 就看穿他了 所以我的观众基数是不利的 我要是从绝对数字上赶超山鹰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任务 也是我下一个阶段的人生目标 我的人生目标特别简单 特别单纯 有些王八蛋说我准备收割 我收割你妹 我收什么晚上收啊 我就说大家交给大家在经济下行中怎么挣钱 又说我准备我准备怎么收割韭菜 你们怎么心眼那么脏啊 我还用收什么呀 我什么都不用收 我给你们讲讲 小黄段 这就行了 然后我从人生的绝对数字上 我从粉丝绝对数字上超过老宅 就是我最大的成就 就是我最大的收获 我还收个毛 收你条毛啊 我鄙视你们 好了 今天讲玄学 讲玄学之前呢 还是为我以前 拉的那个屎擦屁股 就是我推荐了江景川老师 目前为止反馈呢都特别准 但是我想呢 人性是有弱点的 就是不准的不说 就像那个去赌场 我有一大哥特别爱去赌场 那简直是人生赌场 他就长在赌场 每次赢钱都告诉我 记者我又赢了 出来吃饭吧 我觉得他是赌神 每次从澳门回来 那个时候啊 二十年以前 带个二十万三十万回来 我操 我觉得是不是我入错行了 赌场管支管住 管洗浴管嫖 操 你还没每次都带回二十万 后来我跟他司机 越来越收 他司机有一天说 我大哥又去澳门了 我说这次怎么没告诉我 因为输了 我说输多少 输两百万 每次赢二十万 怎么这次输两百万 不跟我说 哪这次输两百万 我们老板 累计输这个钱 都够去北极打两头大鲸鱼了吧 那罚款都够了吧 那司机嘛 他可能也不知道打个大鲸鱼罚多少款 但是就是作为一个司机的想象力 这个就是钱多到不得了 我这么一算 他输了有五千万还是得有了 人民币啊 二十多年以前 所以呢 就是这是人性嘛 就是赢了 快来快来 赢了 输了 躲起来 假装没有发声 有偶像包袱啊 所以我估计去江青川那算的 不准的不跟我说 我请大家不准的也跟我说 因为我的朋友已经去了 就是我的大学同学已经去了 跟老江还在那聊了聊 前前后后还碰上几个熟人 那几个熟 就是都是我的粉丝去那 都是我的观众朋友 去那找江老师算的 然后碰上他的前后的观众朋友 还给我写信汇报 说我跟你大学同学碰上 他这个人自称是你大学同学 看样子不像是假的 我大学同学去了 还没拿到命书呢 大概一个礼拜以后才能拿到 这个江老师这种铁板神术 不是每个人都准 这是我知道的 就是有两种人是肯定不准 就是人工受孕 和父母是报来的 或者双亲不是亲生的 这是肯定不准 因为你六亲定盘定不准 就相当于坐标原点没画住 那你他妈这个整个坐标系 画出来的图都是乱的 这两种情况是肯定不准 但不是这两种是不是100%准的 我也不敢保证 到目前为止 不是这种两种情况的 只有今天上午有一位反馈 说不准 这算的什么基本玩意儿 模棱两可的 你看我就说 你就怪你 不是怪我 你一定要亲自去 我一再强调 哨子神术要面对面亲自去 不能远程给他 你远程给他很不准 为什么 你看我给你 我给你掰掰手指头 江老师也 江净川老师也不是什么挣过大钱的人 挣过大钱他也不会9800一个的 对不对 但是他这个本事确实有 就这本事我也能有 为什么我不会 就是我没碰到高手 我没碰到大师告诉我口诀 他哨子神术 他是有口诀公式的 加减成除 就是我虽然知道他的原理 我知道 而且这24本黄金经书也好 铁板神术命书也好 我也能买到 买到 这书并不是秘密 但是我不知道他的语法结构 就相当于我有牛津大字典 但是我没有英语语法 那我说不出英语来 我说那玩意儿英语都是他汉语 一对一番的 那不叫英语 我永远写不出来沙士比亚的文章 所以哨子神术的关键 就是一个口诀算法 加减法 从你的生辰十字 到你见他那一刻的时区时间 他能够推你的命书的 每一条每一条的数字 这个我们有 江老师有 江老师这就是真传一句话 就是给你这个口诀你就会了 不给你口诀你不会 所以我应该叫他小江 因为他比我小很多 他80后的 香港大学毕业生 学电脑的 所以我就知道这个人一定行 为什么 因为他学电脑的 他有二进制 他有科学 他会编程 他在拿到这些东西之后 他会动脑筋 会对错乱的时区进行微调 因为古人宋朝 清朝算少子神畜 都是河南那一带 时区不会微调的 现在连他妈的 不要说在东北出生的 现在连在加拿大 美国出生的都有 他必须进行八字十字的时间微调 对其进行归源到洛阳时区 就少庸那个时区 甚至归源到一千年以前的形象 这个要微调的 这个微调我相信江近川 江老师 他有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能力 因为他是正经的大学毕业生 那个农村八字不识的 那个只能是赵妈画虎 赵葫芦画瓢 能他妈传下去不走样就谢天谢地了 所以我给大家推荐他 但是他以前也没什么人 门可罗雀 你们去香港的知道 看他那地方就知道 他没钱 但是我这同学去这一会儿 他就一个小时安排一个 就全排满 你这掐着一算 他这一天至少十个 江老师一天能挣十万港币 我估计我确定他这一生 从来没有这两个月挣的这么多 那那这就带来问题了 就是他也是一个普通人 你你你信我的 他也是一个普通人 他就跟王林一样 不要因为这个事就把他神化 任何一个人都是普通人 我可以保证江老师对于人 人类人类社会 这个经商啊 或者人心的这种了解 还远远不如我 但是呢 他在这个玄学上 他有有这个造化 有这个际遇 他就超过了我们所有的人 因为他知道这个秘密 那你就相当于刘谦 刘谦会变魔术 他是number one 华语世界变魔术 他就变进井魔术 就是你第一好 就是精彩 人家又会长得又帅 又会表演 又他妈的苦练过 又名师指点 人家就是变魔术好 但是你说 他因为变魔术好 他就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国际政治 金融 上市公司全懂吗 那不可能 对不对 你给刘谦老师一笔钱 让他去资本市场打拼 他肯定竖的裤衩都不剩 所以树业有专攻 那么江老师收到了这些 亲自见面的这十几个人 每个人一小时之后 你他妈从网上 online 给他发自己的八字 你觉得他有时间 用一个小时给你批吗 你用屁股响也知道 他要糊弄你 他怎么可能不糊弄你呢 他必须糊弄 要不然他交不了差 他玩不了 弄不了 弄不完 这个工作 所以 你从电脑上给他发过去 包括把你的六亲的时辰 都给他发过去 他就省了大事了 五分钟他就给你弄出来了 弄出来之后 你就觉得像电脑生成的 什么东西都不精确 这就对了 那你就被 你不能说被他骗了吧 他也没骗你 那是 那你愿意吗 你不听我的话 你舍不得买了个机票 你要么就亲自飞过去 当面有什么问题 拿到之后当面问他 要么 你就别去 真的 你不要在线的发过去 在线发过去 他不会认认真真的 你知道吧 我想找他 我都不会在线发过去 一定要看着他 让他亲自去推算你的生辰时间 盯着他 不是一次都告他所有的六亲 是让他推算完了 让他问你 你哥哥是属龙的吗 让他问你 你妈妈是姓 呃 张吗 是姓李吗 你让他问你 你别什么都写了 然后给他 那你那你那九千八 他应你应该给他98 你因为你省了他99%的工作 所以呢准确度呢 对水度呢 也就是那个比例啊 98的比例 所以这是我给大家讲 哨子的神术 铁板神术的原理 和他为什么必须要亲自去 跟让他去算 这样才准 倒不是说他要问你啊 是要看你的脸色 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而是你在亲自跟他去的时候 他不好意思提前问你六亲的信息 六亲的生辰信息和年龄信息 和属相信息 他不好意思提前问你 面对面了嘛 所以他只能按着老老实实的 按着传统流程来做 科技和狠活就上不来了 你提前给了他 他就给你来科技狠活 那就现代茅台了 都是他妈勾兑的吧 那个袁仁光那个老王王八毒子 给给茅台弄坏了 我今天说 说起茅台 因为前天去温文华 那个当趟那个 那个破饭馆 那叫什么品味长安 那个破鸭子 我国内有个朋友 带着茅台来 我都不喝茅台好多年了 一股苦味现在茅台 跟我年轻时候喝的那个 从香港买的那个华润代理的三立茅台 那是差的太远了 武丰行华润当时代理的那个茅台的那个香港版 我曾拿个那酒夜 哎呀 下来不缠你们了 跟你们说你们也不信 这个 说哪去了 说茅台去了 哦 对 就是全学的江景川老师这个事 再有一个就是好多网友让我填那个龙那个坑 龙那个 但是中国十二生肖 全是真实存在的动物 为什么龙是一个什么 呃 鹿脑的 什么 呃 蛇身子 呃 鸡爪子 这这怎么可能 不可能 因为龙它也是实际存在的动物 而且在古代上 在甚至在正史上是有养龙的记忆的 屠龙树养龙人都是真实存在的 龙应该是在 是中国的历史上普遍存在过 尤其是上古历史上 很普遍存在过的一种神兽真的是一个比较稀有的动物 而且这个龙呢 它呢 即使在近代也有记录就是迎口坠龙事件啊 嗯 对玄学神神叨叨感兴趣的可以呃 谷歌百度那个迎口坠龙 那个骨头架子的照片都有 当时都上了呃 那个时候的那个民国时候的那个报纸了嘛 然后后来有一些生物学家说 呸 那是一头小虚精 他们把虚精的呃 嘴巴的骨头当成了脚 放到了前面 那是一条虚精的骨架 我呸 他妈的虚精在渤海地区 在日本海地区是很常见的动物好吧 你以为你是傻逼 迎口的渔民也是傻逼吗 渔民没见过虚精吗 那鲸鱼肉我小孩都买过 那个韩国釜山 日本都是吃虚精的 那 人家不认识虚精骨架吗 他妈龙骨头和虚精骨头 老百姓还分不开 老百姓分不开 当时报约记者也分不开 人民都分不开 就你明白 所以呢 这个龙 那你想啊 作为一个理工科思维来说 如果龙真的存在的话 它怎么可能飞起来呢 因为它是个动物 有血有肉的话 它应该比空气重啊 它不能飞起来 它飞它就掉下来了 所以呢 你分析这么几个传说中的线索 就是龙出现的时候一定不是清天白日 对不对 一定不是大气稀薄的时候 龙一定是腾云架雾来的 就是刮风下雨 甚至大暴雨 大急风的时候 龙才出现 大急风大骤雨的时候 你想大后云的时候 龙出现 这个时候什么情况 就空气中的水蒸气和小水滴 大量存在 那个时候单位空气的密度很重 那个时候的风力很强 阵风甚至可以达到80公里 甚至100公里以上 再加上那时候的空气密度 三倍四倍于普通的晴天白日的暖阳空气密度 对不对 因为它正在急剧的降水 几乎水雾中的云雾中的空气密度 几乎能把人淹死 就是一点都不夸张 因为在美国曾经有一次坠机事故 有一个哥们跳伞 高空跳伞 他穿了一次大浓云 他自己讲喝了不少水 要不是及时的掉出来了 他就淹死在云里了 所以云里边的状态 几乎跟游泳池是一样的 它密度是很大 密度很大 天上水子为什么不掉下来呢 废话 那不是急风暴雨 有龙远风往上滚吗 所以这个时候的龙的浮力 空气和湿气给它的浮力 以及云层和风 以及风速给它的推力是很大的 可以抵消一部分它的重量 也就是说 如果是你在那个时候 几乎也可以在空中悬浮很久 如果你的身体在进行如下的技术进化的话 龙就是有可能存在的 什么技术进化的 还有一个特征 就是龙出来的时候一定有闪电 电闪雷鸣 而且它会喷火 那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龙这个动物的身体里面 是有可能有生物发电和集电功能的 就有点像电门的那个能力 它可以把空气中的水分子 电离水 电离电解成氢气和氧气 而氢气呢 就会储藏在它的身体里面 它身体里面可能进化出了很多的气囊 就像我这个小棉砍尖一样 里面都是气囊 肉气囊 然后当它想飞的时候 它就水解空气 电解空气 空气电解之后呢 把氢气存到自己的身体里面 就像一个氢气球一样 它一更就更轻了 这个时候龙进行飞行 和像蛇一样去盘 那个S型在云中穿梭 就变得顺理成章 这是我推测 如果龙曾经存在过的话 它的生命 生物学和物理学的原理 至于喷出火来 那么就这就更简单的解释 它把空气从自己的嘴里喷出来 然后它自己又能分解氧气 它只要从两个管里喷出来 噗出来不就是火吗 对不对 所以呢 它应该像有一种甲虫 有一种甲虫 它就能喷像火一样的东西 因为它的嘴里边有两个管 一个管出来的是氧化剂 另一个管出来的是易燃物 然后扑一喷 在外边就是一股火龙一样的 烧失液体飞出去 不会引起 是像史克朗马 有一种甲虫 但是它不会引起自己体内爆炸 因为在体内 它这两种东西 两个罐是隔开的 就有点像飞船一样 那个液氢罐和液氧罐是分着的 它要在体内混了 它啪一喷就自己着了 自己内爆了 所以龙是这样一种动物 这是我对龙进行的科学分析 所以龙大概就是这么一种 曾经存在过的这么一种神奇的动物 龙现在毫无疑问也越来越少了 因为它可能是生活在 我们三维空间和其他空间的接缝处的 因为这种接缝处 往往有这种浓云密布 电闪雷鸣的状态 就是时空裂缝 它可以过来 过来之后 我们古人心地比较纯凉 内心也比较简单 灵魂也比较干净 就看见它了 就能把它给逮住 然后引诱一些 就给它养起来了 这是有可能存在的 但是后来人心浮躁 越来越接地气 越来越离天气 所以时空裂缝越来越少 龙可能也就不来了 这是我的科学判断 神神叨叨 这是讲故事 老王频道不就是娱乐频道 你还想从这儿 拿到什么金融学 或者物理学的博士吗 你做梦 所以咱们说完了龙 再说另一个坑 就是古代有很多神奇的东西 《圣经旧约》里面记载 摩西带着犹太人出埃及 在大沙漠里边转了40年 在这过程中 他们并没有种植 也没有养植 也没有序幕 但是他们没有饿死 因为他们吃了一种叫做玛纳的东西 这叫玛纳还是纳玛 玛纳吧 就是白色的小粒粒 每天定时的从天上降下来 就像降雪一样 犹太人就可以把它收集起来 吃起来 位如甘霖 又像好吃的馒头 吃完了之后 就充满了精力 每天吃这个吃了几十年 所以犹太人在这个过程中 还繁衍了几代人 然后摩西一看 炼废的号都淘汰掉了 可以新炼号了 就带着这些在荒漠中长出来的 有自由意志的小犹太人们 就去了耶路撒冷 神的应许之地 这是旧约和犹太圣经说的 不是我说的 应该 因为圣经很像是历史书 应该是史实 包括耶稣五饼二鱼 什么五鱼二饼 就是为大家 其实都是史实 它不是传说 就是很多人见证的奇迹 那个玛纳是什么东西 在中国有没有 一样有 我们中国古代 有一种东西叫甘露 直到今天有好多地方 叫甘露寺 甘露寺的 那个甘露寺就是甘露 它可不是说露水是甜味的 那么你就太简单了 甘露就是玛纳 玛纳就是甘露 在人节地灵 时空交错的这种灵气聚集点 它就会降下甘露 当然因为没有摩西那样的大神力 所以这种甘露在中华大地上降 是随机的 也是很少见的 在古代是有信使记载 天降甘露 掉下来的东西就是玛纳 你看中国记载的掉下来的甘露 跟摩西圣经旧约记载的玛纳 是一种东西 如果你看两边的文字对比 那就是一种东西 味道包括营养成分都是一样的 而降了甘露的这种地方 往往就会被中国的古人 修一座寺进行祭奠 就是甘露寺的来源 好多甘露寺 不是一个甘露寺 有一个 有个句目也叫甘露寺 也是这个意思 就这么来的 就是甘露 世界非常神奇 非常奇妙 这个我们无知的东西比我们已知的东西多得多 所以不要怪我神神叨叨 因为我充满了好奇心 充满了好奇心的灵魂才是有趣的嘛 今天说到了甘露寺 再告诉大家一个好玩的 这不是玄学 就是我昨天不是说了几句新疆维吾尔集中营的现状吗 哎呀 老有意思了 我这个听众里边 如藏龙卧虎 新疆的条子 和曾经干过条子的 老干部都给我发信了 哎呦 他们勇气可嘉呀 他们也不怕翻墙被逮 给我详细描述 新疆集中营的种种细节 哎呀 老精彩了 我呢 是不敢说 为什么呢 有一个政治正确的问题 因为我现在有两万分了 我怕 那政治不正确 因为我说完了之后 呃 你们会发现 我说的新疆集中营的版本 和那个 疆独的那些革命群众 革命意识 反共精英说的不一样 操 你们又该说 我是共产党派来洗地的了 这怎么讲呢 呃 世界是 真实世界 真实的人心是多元和现实的 没有那么极端 革命领导人往往是极端化的 PUA 真正的老百姓 他妈的就是 那那不是人是陈锦南 你知道吧 陈锦南 飘来飘去的 我操 他是 他是夹带私货的 比如说我们伟大的刘仲敬阿姨 呃 无一万一的刘阿姨 刘阿姨就充满了私货 刘阿姨事与事都在大树民国一边 呃 那 刘阿姨的100分钟的 呃 节目里边至少有25分钟是私货吧 这是我已经给阿姨打折了 因为我是他的我是他的中粉啊 刘仲敬啊 哎 对了 刘仲敬的年度应该比我高 因为我每次看刘仲敬都看好几遍 因为他口齿不好 我得看两三遍我才能听明白 这个 所以呢 新疆集中营的真实情况呢 基本上跟我描述的呢 差不多 就是我说的没有那么精确 尤其这几年呢 就是给新疆老百姓呢 就是盖的那个小楼呢 真是不计工本的在盖 他们真的是有小别墅 新的发给他们的 然后男的呢 确实是都在里边 呃 学习劳动技能啊 学习劳动技能 至于这男的 给有没有给放回来 呃 就众说纷纭了 呃 有的老警察说 其实2020年以后 也基本上开始放了 因为财政压力太大了 就一换句话 所以老弄他们 养不起他们 还有一些人说 到现在还没回来 众说纷纭 我估计是地区和地区之间不一样 南疆北疆也不一样 兵团地区和非兵团地区 可能也不一样 那总之呢 就是呃 事实呢 是非常复杂的 并没有陈济南描述的那么 呃 康熙皇帝那么可恶啊 康熙皇帝当然也没安好心 呃 也确确实实是逼着他们 呃 吃猪肉 喝酒 呃 穿民族服装上街 出外 要打报告 这也是事实 这就是剥夺人权 那你人家不吃猪肉 你非得让人吃猪肉 嗯 然后那你说这不是剥夺人权 这是这又是什么呢 然后这个所有的清真寺 现在就是除了外壳还像一个半拉子清真寺 里边反正也都给他们掏的七七八八给弄空了 就是就差呃放习主席呃治国理政白皮书了 咱们这个新疆这情况呢 说完 我不表达观点 因为你怎么表达观点 都会引起另一部分人的反对反对 就是我为什么在我们家从来不谈政治呢 就是因为 谈政治是撕裂一个人群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跟你爹本来是特好的爷俩 他们一谈政治玩玩犊子 因为我爸就是毛粉啊 我不能跟我爸谈政治 谈政治就得吵架呀 他说你一个小兔子你懂个屁 没有毛泽东能有你今天 我说没有毛泽东是没有我今天啊 没有毛泽东 我爷爷那他妈在满洲国呃 司科兴皮和皮货行的大掌柜的 我他妈现在也是小掌柜的呀 这完了这就没没得讲 你知道吧 然后他就开始啊骂我什么没良心之类的 这个所以谈政治是撕裂人群的最简单的方法 呃资本家如我一个资本创始人 我爸都是毛粉 你说这个这我为什么叫大家就是大家冷静 有的时候不能那么理想话 你说三又费拉三又费拉 你把你爹也三又费拉了吗 呃涂之涂之 你能把你爹涂了吗 所以这事有的时候你就只能是妥协 现实生活中你只能是妥协 没有呃超人存在 那么超人就不是人 你把你爹都涂了 你把你儿子都涂了 你还他们叫什么人啊 所以没有人味和谈革命啊 革命的前提是要有人文主义精神 如果没有人文主义精神 你杀我我杀你 那不就是一群共产党代替另一群共产党吗 没有什么意义的 不破不立呃先立后破 你说明白立怎么立立完了是什么 然后你再去破你他妈妈我们就跟他拼了 然后你们上来大总统那样那帮人上来 还不如共产党呢 我猜大总统那帮人也够疯的啊 都知道我说哪个大总统不是刘阿姨啊 刘大总统上不来 刘大总统身边没有小弟 呃新疆集中营呢 咱们就不提了 咱们就引发这么几个思考 我给大家留几个问题啊 大家不要着急表态 思考几个问题 第一站在月球看地球 共产党用这种手段 是不是真的 能治理得了这个极端穆斯林 暴恐化恐怖化 肆虐全球的这个大难题 第二站在月球看地球 把维吾尔人民群众经过这一番改造 对于维吾尔这个民族 百年千年之后 他是文明提升了 还是种族灭绝了 第三 这个问题 如果共产党 搞到一半 又他们烂尾了 那新疆的汉人 会有什么下场 第四 如果这个事 没有像设计中 那样去走完全流程的话 那维族和汉族之间的矛盾和仇 接的是更死了 千年难解了 还是真的是民族大团结了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笑话 这笑话是我编的 金上席包子 为了治理新疆问题 进入地狱 寻找毛太祖 取经 毛太祖说 简单 车轮以上呢 全部斩杀 只留 女人和小孩 车轮以下的小孩 包子领命 上来实施 毛太祖在底下喊 我操 谁他妈让你把车轮横着放大 再见 再见 我